在市长谢国良的邀请下 准立委林沛祥特别来到 基隆市政府列席事务会议的讨论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未来希望透过市府跟中央立委的紧密结合 为基隆争取更多的建设经费 所以我在这边也公开的要来跟他感谢 他虽然还没有上任 但他展现了非常积极的态度 对于这个基隆市内的各项的业务 都非常积极的在参与及协助 所以他现在目前人还在我们市府的简报室 那各局处现在跟他都会逐步建立工作平台 那我们就是希望林沛祥委员办公室 跟基隆市政府以及各局处 大家都能够无缝接轨 好好的在相关的一些局处的业务上面 全力的来为市民服务 主要沛祥也是认为是说 基隆市因为只有一席立委 那基隆市又很缺乏中央的资源 尤其是有些时候不只是重大的建设 还有有些急迫的民众的案件 一些急迫跟中央协调的案件 那我都希望说我们各局处 我们市政府能够同力跟我们办公室合作 所以基于这个理由 很高兴市长今天邀请我来 然后我在未来一定会依据时效性 依据重要性 尽快帮我们基隆市民争取最大的福利 针对媒体询问 市长谢国良也提到 正面看待国民党在国会上面的整合团结 但那如果你们关心政府院长选举的话 因为我过去也承认三任立法委员 就是我还是很乐意看到 这个韩江沛能够成行 那我也感谢这个傅昆奇委员 他在国会是非常的资深 然后他也非常的热心 那他这一次在这个选举当中 他也展现了对很多事物 他都有高度的关心 看到立法院的国民党团 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结果 感觉到非常的振奋 而且感觉非常肯定 他们现在的一个团结的作为 如果国民党能够在国会上获得主导力量 谢国良认为 对争取基隆的在地建设 前景看好 值得后续观察 这个假如韩国瑜委员能够担任立法院长 那当然我觉得我们 他身为这个算是各地 这个不同立法委员的好朋友 也是我们基隆的好朋友 我自然也会有机会的话 请他多帮忙 对于各地的地方建设 对于基隆的地方建设 那当然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政党政治 还是需要一定的制衡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